大家好,歡迎在這個下午跟我們一起來看一下Skala這件事情 那今天的Talk的話,我們要講的東西是Tag is final in Scala 那Tag is final它就是一個Term 一個我們會用的,就是當我們在寫Functional Programming in Scala的時候 我們會去follow一些pattern,那Tag is final其實就是其中一種pattern 那在整個開始之前,我想先問一下大家,有寫過或用過Skala的人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好,我們可能有三分之一,那大家是用Skala做Spark嗎?還是做Begin呢? 如果是用Begin的話,我們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OK,好,不錯啊,那其實蠻多人的 沒有想像中的多啦,因為我們就是一個小眾人,所以我們是在JVN裡面 但用Skala就是很好的地方就是當你想要去做一些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事情的時候 用Skala是個好的,因為它終究是跑在JVN上面 那我們一樣可以用Pure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方式去寫你的application 但它最後是跑在JVN上面,那它也可以去用很多Java的library 所以這應該算是Skala的強項,因為它這個語言出來的初衷其實就是想要融合OOP的概念 跟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概念在一起,然後讓大家可以用 那變成我們今天用Skala的Community的人就會想說 如果我們今天到OOP的話,那就回去寫Java 所以我們用Skala,那不如全部都來Functional Programming吧? 所以就會有今天這個Talk 好,那這是今天的Agenda 就是一開始的話,我們會稍微再介紹一下Skala的一些Skala 它會比Java簡單,很容易看,就是不用那麼長 然後我們再介紹一下什麼是Tech is Final 然後會有一個簡單的example的application 然後最後會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那最後的話,因為我們畢竟是JavaCon嘛 所以我們還是會講一下Tech is Final in Java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因為我這邊,我自己真的是沒有學Java 所以我沒有Tech is Final in Java的simple code 但我可以跟你們說,哪裡可以找到它這些simple code OK 好,那先做一下自我介紹 我過去大部分的時間,我的基亞都是在做Data Engineer 那最近的話就是剛好轉成BigGame 那也很幸運的是可以用Skala去寫BigGame 然後我們也是用Pure Functional的時候選在做事情 那之前在做Data Engineer的時候 因為要寫Skala,要寫Spark 所以那個時候應該是15年或是16年的時候 我們用到一個Graph的Library,就是GraphX 但那個時候GraphX並沒有任何Skala之外的API可以使用 所以我就必須要學Skala 然後那時候也是我可能剛開始寫Co的時候 所以我也沒有太多的經驗 那我就想說,學一個語言 然後當作我的專注的語言 對,那時候就開始碰Skala 所以大概是2015年的時候 OK 然後因為我大學的時候學數學系 我沒有學過任何Program 然後但是,當我們認識Skala的時候 他會跟你說Functional Programming 然後Functional Programming 很多的那個概念都是來自數學 我就覺得好像很有趣,跟我有點match 然後我就開始說要學它 結果發現根本就是另外一個可怕坑 根本不知道幹嘛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開始介紹 Technics Final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坑是什麼東西了 OK,在整個開始之前的話 我們今天這個talk會有一些slide 然後會有大部分的時間 我會用一些live coding的方式 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我要講的東西 那在整個開始之前的話 因為我們這邊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 有寫過Skala 那我們現在講解一下 今天會看到的Skala的一些syntax 那從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我們有一個VL 和Class 和Class 或是一些Trade 然後還有Type Classes 跟Petometric 那它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直接來看call OK 這樣大家看得見嗎? 還是要再大一點點 OK,好,太棒了 OK,所以第一個很簡單 我們會講到一個var var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就是value 在寫java的時候 我相信不知道java幾開始之後 其實也可以做這件事情 然後Skala裡面 我們在定義我們的type的時候 我們是用後綴的方式 跟java不太一樣 如果你要寫java的話 你要定義一個x 它是一個integer的話 你必須要把integer寫在前面 然後再說你的x是什麼 然後就是定義一個變數 然後接下來你會給值 但當我們在用functional programming Skala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我們所有的value 都是immutable的 就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 想要給你的東西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會用VL 就是value的方式 來定義我們的變數 要的東西 所以這是第一個 Skala syntax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在定義的一個x 然後它是一個integer的type 那它就等於1加1 這是一個表示是 那它同時也是一個value OK 那我們在Skala裡面 如果你要定義class的時候 你可以像這樣子去做 這個應該就再更類似java一些些嗎 但也不一樣 因為java一樣 你要把你的type全部寫在前面 OK 所以我現在這個 這個timebomb這個class 就是 它有一個method叫file 反正你file之後你就會 當我們在new這個timebomb的時候 你要給我一個時間 比如說10秒鐘 那你cofile之後 10秒鐘它就會bomb 它就是一個typebomb 那在Java裡面 在我們Skala裡面還有一個東西 叫做castclasses 如果早上大家有聽那個 Java11的新future的時候 應該有一個什麼reqtype 之類的東西 這個其實跟Skala的typeclasses 非常類似 通常我們在Skala裡面 會用typeclasses去代表了某一些資料 那它就是一個structural type 比如說我在這邊定義了一個point 那point就是一個點 那它有x軸跟y軸的值 所以就是point的x跟y 那這邊的話就很簡單 都是用integer去當xy的值 然後呢 這個classclass它是可以有一些method 那這個method 比如說我可以移動它 那我就可以move它 那就是加dy啊 dx 那就可以動這個點 OK 所以我們在19行這邊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要定一個castclass的時候 就很簡單 因為castclass給你呢 它有直接給你一個applied method 不好意思 applied的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可以直接想19行這樣子 我說point這個value啊 這個值啊 我要它是一個point的castclass 然後你就直接把值填進去 那它就成立了 它不用去說要寫一個new啊 new一個class 它不需要 因為castclass 它自己有一個applied method 那它就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然後為什麼要castclass呢 就是你看這個19行跟20行 我定了兩個點 但它的內容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可以去做兩個的比較 我們可以在22行的時候去比較 當我說point跟otherpoint一樣的時候 它是成立的 因為它裡面的內容是一模一樣的 但我記得在寫java的時候 如果你是new兩個class 這兩個class它是不會相等的 因為class就是 它就是自己獨自的存在 所以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這樣子啦 OK 那在24行這邊的話 我們看到是一個trade trade trade的話就是在scala裡面 我們去定義一個 像是java interface的東西 OK 所以像這個trade它叫greater 我們要跟誰打招呼 那它有一個method 它需要你一個input 那最後它給你的return 它是一個unit unit的話在java裡面 像是那個voit 就是它就是一個執行 它沒有任何return type OK 然後我們在28行這邊 我們就定義一個trade的實作 所以我叫一個defaultgreeter 那這個greeter它做什麼事情呢 它會先繼承 extend的話就比較像是繼承的行為 然後它繼承我們剛剛那個interface 然後我去改寫了我們這個grit 這個method 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它做的事情很簡單 它就是跟你打招呼 OK 所以你給我名字 然後它就會打招呼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講到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type classes type class 在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語言裡面 還蠻常被用到的 一開始我相信應該是haskell裡面 有用到這個東西 就是 一個pure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東西 的language 然後在那個language裡面的話 它大部分的功能 它都用type class來實現 那在這邊我們要怎麼去理解 這個type classes呢 就是說 當我去定義這個type class 叫做showable 呃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預計的是 我們希望showable的一個 什麼東西 它要有一個能力 這個能力是它可以show 所以我們就定義了這樣的一個type class 那這個type class的實作項是在37號這邊 當我說我給這個point有showable的能力之後呢 這個point就可以使用show的這個能力 show的這個method 那它就可以把它自己show出來 那這個method的實作就是看你 呃 OK 所以 整個實際上的操作會像是 看看 OK 比如說我們在47號這邊啊 呃 好 這應該叫做higher kindness 就是 我們這邊有放一個a 這個a它比較神奇 它叫做higher kindness 什麼parameter 就是總之呢 我給這個function 一個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type 然後 這在java裡面應該是叫做什麼polymorphism 之類的事情 我又有一個showable這樣的method 但我不管你的type是什麼 我完全不管你的type是什麼 我現在這邊連a是什麼都 我都不知道 所以它怎麼執行呢 它真的要被執行的時候 compiler會去找 比如說我在第44行 我showable給它一個list of point 然後我們在上面 37行的時候 跟你說了 呃 我用一個 就是我given你這個能力 你這個point啊 應該要可以show 所以當在執行42行的這邊的時候 我們對一個list作為map 然後那個map要對裡面的每個element 都做show這個動作 show是什麼動作呢 是把你自己什麼樣的東西 變成一個string show的話它的動作就是在 33行上面有一個實作 有一個interface 就是當我show的時候 我就會把自己變成一個string 所以我在show all的時候 我先把我自己list裡面所有的東西 都轉成string 再把它組合成一段 呃就是把所有的string 全部concade在一起 所以後面有一個maxstring 呃多好可以把它連在一起 那最後它就可以整個show出來 ok 好 現在目前還可以嗎 好啊太棒了 欸 接下來46行一樣 我就是用一個trade 來做一個叫做developer的東西 然後呃 4849行啊 就跟你說我訂了兩case class 然後它都是繼承這個developer 我這邊要做什麼呢 我要做一個叫patter match的功能 patter match的feature 在sclar裡面也是很早就有patter match的 那我記得早上一樣 921的話應該是 把patter match再做得更厲害一點點吧 ok patter match是什麼呢 當我新定義了一個function啊 然後我的function input是一個developer 那developer它就像46行 它就只是一個interface而已 我現在還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或者是說 嗯 它可以接受任何你的input 都是 都是這個developer這個type的東西 然後這個function吃了一個developer 然後它應該要做些事情 那它怎麼做呢 它會去看這個developer 是什麼樣的type 譬如說 它是一個sclar developer 那它就會說 喔 hello sclar developer 那如果它是一個java developer 它就會說hello java developer 這是patter match的功能 ok 那在sclar裡面的話 最後你的整個object sorry 這整個object 它最後的entry point 就會就是用這個main function去做 ok 好 那很快的吧 我們的syntax講完 這應該是今天我們會用到的 所有的syntax 那就先停在這邊 那我們再回去繼續回到slide 剛剛syntax有任何問題想要問的嗎 欸請說 不好意思我回去一下 你必須要把這一個object input進來 這又是另外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在sclar裡面 我定義的這個東西叫object 這個object在java裡面應該比較像是一個single 什麼class之類的東西 singleton class 或singleton object 我不太確認那個名字 就是 總之你這個program跑起來的時候 它應該只存在一個 它不應該存在第二個 singleton 對謝謝大家 那當你把這個object input進來之後 你就應該會 compride就可以找得到 我剛剛說的這個 這個given的這個能力 ok 所以 所以 因為這邊都是同一個object裡面 所以 我不需要去做這些事情 當你跨了object的時候 你必須要input 我這個syntax進來 你才有這個 才可以讓你的point showable ok 謝謝 有其他問題嗎 請說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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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得非常好 這跟我們等一下要講text final 非常有相關 ok 好 那我們就回到slide囉 好 我們走過了scar syntax 那其實還有很多 但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翻一翻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講 什麼東西是text final 它一開始是來自於一些research的paper 那paper它用的language應該就是haskell吧 那他們想要做什麼事情呢 應該說 這個paper這張截圖啊 因為翻譯很小 等一下也不用看 這張截圖就是說 這個text final 這個名字 它一開始是來自於這個paper 叫做finally tagged this partial evaluated 總之呢 就是這個這個這個 我看一下下一頁 好 它就是源自於這張paper 這個paper 然後後續應該還有很多paper去連折它 然後這個paper 其中一位作者 他也開了一個站 下了一個站 去跟你解釋什麼 是tag is final 開了一個很長的lecture 然後內容很多也可以看 那接下來我們要說的是technify 它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像對一個東西 一個問題叫做expression problem 它是對expression problem去找出一個解法 什麼是expression problem呢 就是當初我們 如果要對一個 要敘述一件事情之後 我們給它的一個敘述 嗯 我們希望 當有新的功能出現的時候 是這樣講的 好 當我們對一件事情 做了一個抽象化結果之後 比如說我把一加一等於二 這件事情抽象出來 抽象出來 抽象出來之後 當我們出現懲罰這個時候 我們不希望去改變任何一加一等於二 這樣的 的抽象表示 是 其實 它有點難解釋 但我們等一下可以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敘述上 應該是這樣 我們這個expression problem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google它一下 那總之呢 tag is final它的出現 其實就是要解釋 去處理這個expression problem 它是其中一種解法 OK 因為下面那段話 應該是我從wikipedia那邊call來的 它就是說 我們要去extend一個 static type data abtraction 就是我們一個 強型態的抽象式 一個抽象 對就是一個抽象表示的式 然後當我們有新的 新的解釋法的時候 新的reputation的時候 或是有些新的行為 新的behave要加進去的時候 它不應該去破壞 原有的任何東西 什麼東西叫做一個抽象表示式呢 我們來看一下 呃 它有個名詞叫做 initial representation 那它這邊就是用 arch block data pipe 抽象資料結構 或是抽象資料type 之類的 的東西 就像我說的 我們要定一個表示式 一個expression 呃 它要有 負號的能力 它要有加減的 它要有加的能力 它沒有減 所以我們在那邊做了一件事情 我們用剛剛scar的synthes 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們定義的一個表示是 1xp這邊 expression 那它有幾個不一樣的 Cascale的形態 第一個就是literal 就是它就是一個integer 那第二個它是一個負號 就是negative的 的什麼東西 negative的expression 第三個我們要把兩個expression 加在一起 那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做到什麼事情呢 我們就可以寫出 最下面這個表示式 它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上面 呃 我們要把一件事情 incode出來 我們要怎麼把這個 括號的8加上 負號的2-1 incode出來 那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 這樣的程式 來incode這個 很簡單的算式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想說要找 呃 我們可以incode它嘛 我們可以把這個 這個這個數學式 incode成一個code 可以寫成code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找 它要怎麼運算 比如說我這邊定義一個方形 叫做evaluation 呃 就eval 你給我一個表示是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expression 那它應該要有能力 可以算出來 所以它的算法就會像這樣子 我們這邊用到了pattern match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expression 只有可能有這三種呃 可能的subtype 那如果它是直接literate的n的話 那你就直接會傳n給我 如果它是negative的expression 那它就給我一個 負號的expression of e這樣子 ok 這裡 這個這個evaluation 它就可以把上面這個數字啊 上面這個式子 算出它的結果來 那這個表示式是什麼呢 呃 你不用算結果給我 但你應該要print print一模一樣的東西給我 所以你給我一個 嗯 8加上符號2加1 的表示式 那我應該可以print出一個string來 換給你 ok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結果 剛剛那兩方選 一個是eval 嗯 我這邊怎麼寫 ok 最好我們就看到最下面那個ti1啊 就是 我們把上面這個數學是encode成這樣的程式嘛 那在這邊的話 我用兩個方選 都去執行這個expression 上面那個的話就是evaluation 那它可以把這個程式嘛 呃 算出來 下面的話就是它其實會傳是一個string 我這裡沒有標示的非常好 總之下面那個東西它的回傳結果是一個string ok 所以我們現在成功的encode這個數學式 那接下來其他問題出現了 如果我們要encode這個程式嘛 encode這個數學式裡面 它有了一個成號的功能 可以成了 但是 對 它可以成了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沿用剛剛的那個expression 那這邊的話就是用scala的一些synthes的方式 我把剛剛的那個expression input進來然後改它的名字叫做old 然後我再定義一個新的expression 那這個expression應該要包含新的跟舊的 那舊的就叫oldexpression 裡面就會包你的expression 然後新的部分的話就是用成號 那就是mutable mutable 對就是用相成這個mute這東西 那mute的話一樣是像剛剛的add一樣 我們吃兩個input 一個就是 這兩個都是一模一樣的expression 那要把它拿進來 那要把它拿進來 Oops OK 那我們一樣要做這兩個新的expression 的evaluation 跟它的view 這樣的方式 我們用一樣一模一樣的做法 OK 所以第一個evaluation 一樣我們用patternmatch 我們去看你現在給我這個表示是 它是新的還是舊的 如果它是舊的 那它就應該拿舊的evaluation進來 然後新的話它就可以直接做 兩個新的evaluation去做相成 在表示的時候也是一樣可以這樣做 OK 所以我們就一樣可以拿到一個 還不錯的結果 所以我們可以把上面那個incode出來 我們的evaluation也是可以過的 我們的view也可以過 但是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像最下面這個表示是 它蠻醜的 但它會炸掉 原因呢 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在 新的表示是 喔 對不起 這個地方 mu是一個新的表示是 新的表示是 裡面不能放舊的表示是 因為我們剛剛定義的方式 我們就說 我要定義一個新的表示法 它要嘛就是舊的 要嘛就是mu mu裡面應該要拿一個自己 對 就是mu裡面應該要拿兩個新表示是 而不是舊表示是 所以我們做不到這件事情 除非我們要回去改扣 除非我們要回去改舊的表示是 所以我們就遇到問題了 那 tick is final 這個final encoding就跑出來了 那final encoding很簡單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下面這些程式嘛 就表示說 然後我們先讓我們這個representation 應該是rep 就是這個repr 我們就說它 我們定義一個新的type 那其實它就等於我們的integer 然後我們定義了幾個function 那final encoding其實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iviation那個樣子 所以這樣ok 我們一樣是可以incode上面這段 這段這段這段 這段數學式 ok 然後接下來下一步 我們又再想要把這個integer 再更抽象出來一點 所以我們用了這個type class的方式 我們把repr抽象出來 然後做了這個type class的 表示式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給它一個始作 當我們說我們這repr它是一個integer的時候 表示是什麼 我們所有的這個是let啊 lit啊 或是negative啊 或是add 這些 這些method 它要回傳的值應該要是integer的時候 我們這邊給它這個始作 所以當 對 所以我們給我一個表示式 那表示式 如果說這個表示式要回傳integer的話 我們就會拿這邊的始作來用 好 那好像沒有解釋到那個mutable的問題 但沒有關係 講那麼多我們一樣來看code吧 ok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 所謂的initial encoding的部分 呃 我們全部都是用subtype的方式去encode 我們的這個這個數學式 那十行這邊的話 第十行這邊的角色是 這邊的表示是跟剛剛stile是一模一樣的 那下面的evaluation跟view你們也看 呃 我沒有看得到 所以它是可以實際上跑出來的 那最後的結果的話也會 如同 嗯 最後是剛剛slide的結果 那我們可以稍微來 跑一下 ok 所以這是我們剛剛跑的結果 那它的結果應該是 呃 我們的這個man function man function它就是上面兩個 很多的那個-號點在一起 然後我們會回傳你這個ti1 evaluation的結果啊 然後ti1view的結果 那就會像 呃 我們這邊看到的樣子 ok 然後 我們剛剛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試著去extend 這個initial encoding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新的表示法 然後 呃 它可能是舊的 可能是新的 那新的話 它就會是用這個mue加進去 然後 舊的話就是要去哪 找舊的方法 那舊的方法 它就會在那個 呃 之前的那個encoding裡面 去把它leverage進來 然後我們一樣就是可以做我們的 imervation啊 跟view啊 這樣的東西 可是 我們的這個11行 我把它mark起來 因為 因為這邊會錯 因為它在新的表示式裡面 它是沒有辦法去容納 舊的表示式的 所以 我們就遇到了問題 所以呢 我們就要找一些方法來解決 那這個時候就會讓 呃 我們的final encoding 跑進來 ok 簡單版本的final encoding 長這個樣子 然後跟 跟剛剛我們毛利列的時代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一開始我們給 我們這個IP啊 一個type 然後 定義了幾個function 然後之後我們就可以 做這個 這個我們的 這個表示式啊 就可以寫成像 第10行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發現 呃這個 這個type啊 其實還可以再進一步 被抽象化 所以我們就使用了 type classes 來做這個表示式 ok 所以這裡的話就是我們用type classes 去做的final encoding ok 好 所以 final encoding就是 對就是type class 我們就說我們要給這個 這個表示法 幾些 一些能力 那這個能力就是讓它可以去做這個literate啊 或是 negative啊 或是edit 這樣的東西 這樣的能力 那接下來如果說 呃 在這裡 我們可以把一個表示法寫成這個樣子 把那個 8 加上 減的 1加2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一個表示式 那當我說這個表示式 它是integer的時候 它就可以算出integer來 當我說這個表示式應該回傳我string的時候 它應該就要可以找到怎麼去算string的方法 因為在21行就是我們給它一個string的能力 它可以回傳string的能力 在16行這邊我們給它一個可以回傳integer的能力 所以我們當我們直接運算的時候 你很容易就可以算出來 就可以真的跑起來 ok 所以就像 這個man function一樣 我們就真的可以算出來 然後注意看我這邊 呃 我也沒給它什麼東西 我就跟它說你要eval 呃 就是 用兩個不同的function eval就是要回傳integer嘛 然後我們在view的時候就是要回傳string 或者是你更簡單一點 跟它你說 我這個表示式 然後你要代入的是integer這個type的話 它就可以算出integer來 那你可以代入string 它也可以算出string 那這表示式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可以extend它 ok 我們用這個方法來extend它 那我impole的之前看到的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時候 表示是 那再給了一個新的 這個新的這個可以相成的這個這個incode 然後 一樣 我們跟它說你要怎麼相成 我們跟它說如果你是string的話 你要怎麼去做我的string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喔 這裡好像有地方寫錯 但也沒有錯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第18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同一個表示式裡面 容納新跟舊的 那用的方法就是 我們可以把新的表示式 跟舊的表示式一起都帶進來 所以在這條表示式裡面呢 mul 開頭的就是新的表示式 那srp開頭的就是舊的表示式 然後這邊有一個synthes 可能沒有講到 當我們用given的時候 我們就是定義了什麼地方 input 就是在什麼地方把它input進來 我們會input這個given的method進來 那你要怎麼跟compiler說 我這個function應該要用什麼東西 我們就會用using 這個 這個影視 這叫什麼 inclusive 總之我們就會用using 對 using的話它會讓compiler自己去找 你要去找到一個 舊的表示是ofA 你要去找到一個新的表示是of另外一個A 那現在A是什麼 我一樣不知道 我們還是我們可以把這個A直接抽上出來 但在把A抽上出來的狀況下 我們還是可以寫出我們剛剛那個incode的方法 我們還是可以寫出我們剛剛那個incode的方法 那第20行的話就是另外一種寫法 對 它這兩個的寫法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不過 對 就是一 就看 那個scar的programmer他會喜歡哪一種做法 好 OK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可以相成 我們也可以print出相成的結果 然後我們沒有去改動到任何舊的表示是 我們就是把新的油炸進來 所以就像剛剛那個另外一位朋友講的就是 我們並不是把實作的東西放在原本自己裡面 我們是把它放在外面 還可以嗎 好 太棒了 OK 所以我們現在就用這個final encoding 我們可以做一些 把一些事情抽象出來 把incode出來 然後我們也有 也有這個 如果你有新的功能要加進來 你有新的behavior要加進來之後 一樣 我們還是可以用舊的東西 而且不會破壞 不會破壞任何舊的部分 好 那我們再回到slide一下 好 我們來做個簡單的小小的總結 就是什麼stack is final呢 這個final啊 它其實就是相對initial的另外一個字眼而已 所以 只是相對出現的 所以它才叫final 然後另外一個它就是一個 嗯 一種技巧 可以讓你去做 這個type higher order language 就是 我們是什麼 higher order language就是 你可以在一個 哇 這是蠻難解釋的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f 或是那個a 是在一個function裡面 但我們說那個a是什麼東西 我們還是不知道 那最後你才可以把這個type丟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這個是一個higher order type ok 然後 它有什麼能力呢 就像第三行這邊寫到 就是我們如果有需要一些新的behavior要加進來 就是新的動作或新的表示是要加進來的時候 它 喔 說錯了 第三個這邊的話是說 我們在做這個encoding的時候 我們並不會去用到一個 我們不用再去定義一個新的type 像是initial的時候 我們會去定義一個新的type 叫做expression 然後它會定義幾個subtype 比如說就是l-i-t negative 之類的東西 但是你用file encoding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去定義這個新的type 我們不用一個很fancy的new type 去做我們的encode 然後這樣的一個表示是可以讓我們去extend我們的功能 增加我們的功能 但我們不會去改動到任何已經存在的東西 好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在進一步啊 就是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個practice 所以 嗯 OK 我看一下喔 不好意思 嗯 好 所以我們就把這件事情變成一個practice 我們剛剛有看到 我們會先定義一個type classes 然後跟你說 呃 我們去把某一些行為encode出來 但是它的實作是什麼 我們一樣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出現了兩個名詞 一個叫做archbra 一個叫做 嗯 interpreter interpreter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真的要做始作的地方 然後archbra的話 就是有點像是我們在定義一些interface的地方 ok 好 接下來的話我很快的想要 我再繼續再回到live coding的部分 我們來講一下什麼叫做 這個是 呃 就是tag is final 直接用tag is final 然後再來是一個higher kind的tag is final 呃 所以我們再更簡單一點說 我們把我們剛剛要定義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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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classes 我們就把它說是一個 一個algebra好了 然後 一個algebra就是定義說 像這個這個 我記得叫Domo 不是Demo 好 沒關係 Domo program algebra 就是說我這個algebra 它有三種能力 一個是去拿到email 一個是設定email 然後一個是要send message 給這個email 那在這個時候 我什麼實作都不知道 我只有定義好它 這些messor 應該要有什麼樣的能力 應該要有什麼樣的 對 要有什麼樣的能力 然後在18行這邊的話 我們才去真正的定義了我們的 呃 這個這個 這個encoding的實作 所以我們稱它這個為interpreter 是剛剛那個algebra 上面這個十二行 這個algebra的interpreter OK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 我這個interpreter 它要有一個internal state 所以我又是用了一個scar的 不對 就是在member裡面放一個map 然後map裡面就是定義了一個id 跟email address 然後 它extends 就是它繼承的剛剛那個algebra OK 所以這個interpreter就是 for我們剛剛用了algebra的實作的部分 所以在實作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我們如果要getemail的時候 你給我一個email 給我一個id 然後它就會會傳一個email給你 OK 那 如果你要設定一個email也可以 你要給我一個id跟email 然後如果你要send message給他 你就可以send給他 OK 所以就是algebra interpreter interface跟實作 OK 所以這樣就可以跑 在這邊的話 我們沒有用到什麼higher cat 我們不需要 但我們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一模一樣的algebra 一模一樣的interpreter 可是我們把一個東西抽象出來了 在這裡我們放了一個f進來 這個f是一個typeclasses 對 然後我們定義了這個interface 這個algebra 我們跟你說 這三個method 它應該會傳我一個f of什麼東西 那個什麼東西跟剛剛我們看到的是一模一樣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我們這個f 可以是一個很powerful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到的 剛剛那個直接的口法的話 它就是直接從map拿出東西來 它的運算會直接算出去 你的每一個function 它並沒有包在什麼樣的type裡面 如果我把這個f抽象出來了 我可以做到的事情是 我可以讓所有的function 都變成future of something 意思是什麼呢 我可以讓它變concurrency 我可以讓它就跑 然後我也不用block在那邊 如果你哪一個method 其實是在做些sleep 或是你會block你的sread的時候 那它就比較不好 但我們如果用這個 剛剛這個f的方式把它抽象出來 那實際上這個f 我可以給它一個future 那你就可以讓你所有的method 會回傳Future of something 那就有很好的功能 那當然在Syscar的時候 我們通常也不會用f啦 方式的口味裡面 不喜歡這個f 因為f一旦被定義出來的時候 它就已經開始運作了 我們希望 在方式的口味裡面 我們希望的是所有的effect 所有的 不管是對外的io 或是會改變任何state的動作 都應該只是一個敘述 當我希望它發生的時候 它才可以發生 而不是像我們這邊 當一個future of something 被定義下來的時候 future就開始跑了 你的io就開始動了 我們不希望這樣子 所以通常寫 就是通常在用future 我們不會用這個future 不會用scar的native的future 我們會用其他的東西叫做io 然後它可能會來自 Cats effect啊 或是其他一些library 幫你做到的事情 OK 所以下面的話就是 這個future的部分的始作 好 發現我的slide講的非常少 好 我們先稍微停一下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目前為止 大家對方式的口味還有興趣嗎 它不會很難 但其實就是 反正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因為大家在選Java 都是很多的OOP 那它給你一個不同的思路 當我們把所有事情 都看作是一個function的時候 你的function A跟function B可以連結在一起 然後它不會有什麼不好的影響 然後甚至我們希望說 A跟B連在一起之後 它也沒有做什麼事情 當我說你執行的時候 它就會一起執行起來 OK 那其實我今天的talk呢 接下來是會有一個簡單的 那個waiter application 那正常的話 這個application就是跟你說 在scala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去做一個application 但它會講多一整個東西 然後可能會有點久 但我們很快去跳過幾個slide 這就是sample code 就是說 好我們現在做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很快把它講完 我們要做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它要call一個sepparty的API API呢它是要去拿一個waiter的資料 但是這個callwaiter的seppartyAPI 它不能天天call 因為它要跟你抽錢 所以我們要盡量少call 那我們不會想要知道 上一分鐘有沒有下雨 但我們可能會想要知道 上一個小時有沒有下雨 所以有沒有下雨這件事情呢 你只需要記著它 你不需要每次都去問這個seppartyAPI 好 所以簡單來說的話 我們就是作為一個server 就是一個很cache 然後去問seppartyAPI 這樣很簡單的架構 然後我們可以這樣去做 我們先訂閱好我們的cache的algebra 我們的seppartyAPI的algebra 這些都是technic final的東西 然後interpreter 你也可以把它定義出來 OK 然後seppartyAPI的interpreter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會用一個所謂的program 把它接在一起 但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algebra跟interpreter這樣的結構 把它接在一起之後 你的真正interpreter就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它就是去callcache的service 我們去call我們的seppartyAPI的service OK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它大致上的結構會長這樣 好 這些我們很快就跟它走過去了 OK 所以簡單一個重點 我們的program 或是我們的interpreter 它都只知道它自己應該知道的東西 比如說 我們的cache interpreter 它只知道cache algebra是什麼東西 它不需要額外的知識 你只要跟我說cache algebra 它有哪些messer 那我們在做cache interpreter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些messer 實作出來 就這樣了 沒有再更多的東西了 然後 好 我們再很快的去走過去 好 直接說好處好了 我們剛剛有說 我們interpreter可以給很多個嘛 所以我們一個argebra 它通常會有兩個interpret 一個for testing 一個for你真正的production實作 所以當我們在做測試的時候 如果你follow這個step 你follow這個party 你很容易去寫你的測試 因為你在寫測試的時候 比如說我現在要測的是cache的 不是 我要測的是我這個 這個waiter的program 它program有兩個dependency 一個是cache 一個是separityAPI 那我都不需要它真的做出來 我只需要給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 這個cache跟separityAPI 一個for testing的interpret 所以我就可以來測試 我的program到底有沒有問題 那比如說我現在要測了 我有兩個dependency 那cache跟externalAPI 他們兩個都要成功 或者說cache成功的話 我就應該拿到值 那cache失敗的話 我就應該去問external 然後externalOK也會拿到值 那如果external不成功的話 就可以拿到失敗 所以我們很容易去寫我們的test case 好 OK很快 所以 簡單來說的話 通常我們的一個algebra 就會有兩個interpreter 一個for testing 一個for production 好 那最後就是說 這個technicfinal 一樣是可以在java裡面找到 然後它的這個library 叫做separityAPI 這個library 它好像也是試著要在 Java裡面做到非常多非常多的 functional programming 會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 可能沒有時間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放在這邊 好 很快的結束我們這個web 還可以選 請問目前為止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好 所以希望沒有 消息大家對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愛 它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 因為 最近來說 不管是kutlin 或者是不管是java 他們都不停的不停的再去把一些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future 放到它自己的語言裡面 比如說patter match 其實真的scar裡面好久好久之前就有patter match了 然後 像最近早上 921的話也有提到那個virtual thread 對virtual thread 在scar裡面有一個library叫做cate effect 因為它試圖在做這個effect的東西 其實這個effect它就是在做 它包含了virtual thread 也包含了structure concurrency的一些始作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在幾年前 scar就已經著墨不少了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就看到 好像我們在scar用的一些feature 慢慢的都會在java裡面出現 你就會覺得 為什麼大家當初不來寫scar呢 但沒有關係 世界就是這樣子